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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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曾静心低话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 如果你在电视公仔商里面见到他 你会觉得是一个 狗围了的面孔 不论你多久没有见到他 你都会觉得 是会眼前一亮的 他就是文雪儿小姐 Hello 大家好 多谢 我们现在不敢握手 因为一出电 疫情严重之际 你仍然来这里 还要和我用1.2米的距离去说话 大家都 我对你有信心 多谢你 我也做足功夫 Kenny 为什么今次我们找到你上来 就因为在十月的时候 11.2月 我们拍了一部电影 你又答应 任肯帮忙 帮我们客串一个角色 是 当日就是在一个雨景里面 你在下雨 是淋了 是淋了你的 是淋了你的 是淋了的 是 真不好意思 那我们的电影 希望在六二的时候 六七月 希望上映的时候 我们会邀请你去受影 好 多谢 不如我先问一下你的事 好 有些人说 文书仪 她小时候已经去演戏了 有多小 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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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部电影是哪一部 在街市的《碧血剑》 碧血剑 我以为是《碧小宝》 《碧小宝》 是应该拍了一两部电影之后 是 是 那你怎样去进入电视圈里面 其实 其实都是有少少发明星梦 说真的 我从小就很喜欢 有表演欲 我觉得我 我从小就喜欢表演 学校那些画剧 先生说哪个做 我第一个举手 所以我经常做女主角 然后一直有喜爱 然后我到十六岁 我就看到报纸 其实真的不觉意 看到报纸 就是说 《街市招考男女主角》 我就 咦?招考男女主角? 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就很大胆 自己填了一幅 不知道有幅 还是怎样 我都不太记得 因为太多年次的事 我就寄了它 居然她真的有叫我去面试 去了面试之后 她就说 叫我明天来试镜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试完镜 就回去等消息 其实都已经把事情放下 因为想想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 又没有什么背景 又不是说 学过些什么 怎样会找到你 回到去 明星帽已经放下了些 结果没多久 就听到个电话 是街市的人打电话给我 就说 我们这套舞合剧 就叫做《碧血剑》 就打算找你做一个角色 我说 是不是真的? 你知道很小时候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个 真的好像真 然后我说 你做哪个角色? 我就不知道 那么聪明 我会问她 她说 做个角色叫做《温清清》 我说 好啊 她说 我们稍后就会安排你 来跟我们签约 因为你未够年龄 所以你要带奸奖来 我说 好啊 我就很兴奋 我最记得 我收了线之后 就捉住我妈妈 就跳了几个圈 因为开心到跳几个圈 是 这个情景 现在久不久都会抽出这个情景 让自己开心一下 但我有点怀疑 就是你爸爸妈妈 听到这个消息 会不会觉得不好吧 他们不信 他们不信 不信也不想你去挂 我妈妈有说过 我妈妈就说 你还没读完书 然后我又不知道 为什么我妈妈那么识声 我说 妈我读书 我来做什么 她说有知识 将来可以赚钱 你不读够书 哪里找到工作 我说 做明星可以赚很多钱 我随时 赚钱多于大学生 那时候 我给了我妈一个定心缘 我妈也不是因为这样而给我的 而是最主要就是 她觉得我真的很喜欢 我就说 读书什么时候都可以 如果我真的不行 我就回来读书 我说 我拍戏都不可以读书 其实我一直有找補习才回来 很难想像 你这样说 做艺人 可能赚钱多于读书 我还挺难想像 一个16岁的妹妹仔 当时不知为何 够胆说些 就是懂得这样说句 对 是的 你接着进去做 你后来也去过另一个电视台 应该是 麗迪 麗迪 当时的麗迪 麗迪 接着后来在近期就是TVB 现在是TVB 是的 其实在几个台 就算你过了麗迪的时候 也是女主角 是的 接着回出来 我现在有些人 我又听问一下 那些人 那些人就会说 他好像也很家兴就熟 很吸引到角色 一点没有生疏 即是说你也相当有料 究竟什么令到你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个人之处呢 除了喜爱之外 你有什么个人之处呢 其实我想做戏 首先你很喜欢这件事 第二 我经常都觉得 我是有一点点天分的 我的天分当然是要感恩 是天赋给我的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有天分呢 因为当日街市叫我做这套戏的时候 我是一天训练班都没入过 连一堂都没上过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大胆 我就是去造型 然后就埋位 其实他们说埋位 埋位是什么呢 我只知道他叫我埋你这个位 然后其实我是一张白纸 真的什么都没写过上去 甚至是幼稚园 那我就已经埋位 那我又搞得定了 然后就进去厂了 原来厂有另外一件事 原来厂有三部机 你要一次过 以前我们不能复制的 你要整场戏 五张纸 就是五张纸一起做完 中途断要重新来过 那我们 我又可以搞定 那就是觉得是 这一样东西 其实除了是 我自己因为很喜欢 我很集中精神 很热爱的时候 你特别会 就是做得容易一点 那我觉得我都是 先天给了少少少资料 我在我的脑里面 知道怎么去处理 你一直没有提及过一样东西 我以为有些关系 因为其实你是一个 武林世家 你爸爸是北派的 是 我爸爸在伊尖园 即是七小福那间学校 是教打北派的 我从小就打北派 刚才我说我演戏的那些 未到我去打功夫那一部分 我是说我入厂 其实是没有关联的 我以为是因为那个缘故 而更加容易进了演艺圈 我不排除 因为我在试镜的时候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出来 因为他都会叫你自己天才表演 那我就打了一套 又不是功夫 即不是拳 我自己创了一些功夫 即是创了一些东西 然后打两个关头 因为我从小 我爸爸在家里有教我们 我有打关头 我懂得打关头 我又懂得握枪 握枪 握劍 我觉得这件事我也有优势 所以可能你当时表演了之后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有关系 结果后来因为你也做古装 是 都要打一下 这个原因 那时候打 我很感谢我姐姐的元秋 因为我们在家里学 因为我没有出去学 是爸爸教 我们在家里学的东西 是否可以派用场在镜头前面 其实也未必一定是 但是当时我姐姐 她最高分用 因为公司当时 也没有给我剃身 我姐姐又想我打得漂亮 打得好一点 她就没有收钱 自己上妆做了我剃身 是吗 是的 有很多难度很高的动作 她自己做我剃身 因为她本身是一个剃身 她以前在邵氏做很多女明星的剃身 所以其实她身手很好 她身手很好 她做你剃身 因为她是七小福的 她真是由小有陪伴 是的 没错 很厉害 那我们又跳一跳个时空 其实我知道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你开始有自己的生意 那你稍后介绍一下你的生意 因为我那些事是不会明白的 那你做这个生意 但是竟然敢创业 在我的脑海里面 这一个生意 在香港 二十年前 我估计是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那你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会做一门这样的生意 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那些 其实我是做美甲的连锁店 OK 那在二十年前 其实这一件事在日本是很风行的 就是在日本这些百货公司 又或者很小小的店 是很流行的 一些只是美甲的珠沫店 那当时有一间百货公司 很大的百货公司 就想引入这个概念来香港 那所以就找了我们 就是找了我和那些伴侣在一起 就做了这间公司 就是做了一间美甲公司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着是连锁店 那时候是开了一间 那到现在呢 足足二十年了 那是一个当时挺创新的想法 那你当时 那不介意我说一说 当时你离了婚没有 我当时二千年是刚刚离了婚 那但是去开创这个事业 都挺冒险的 因为你要照顾自己未来的生活 以及要照顾小朋友 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一门生意 应该不算很冒险 因为我计算过的成本 首先成本不会太大 因为指甲的用品 全部都是小 你又不用找很大的地方来储存 然后指甲的产品又小 价钱又不会太高 你最主要就是找到地方 以及请到人 我觉得是有限度地的生意来说 小本生意 我觉得是挺安全 所以我才开始 虽然是小本生意 后来一直做 都记得做了很多年 还有很多婚店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 由一个初歌入行去做生意 都应该都遇过一些风浪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遇过什么大的风浪 无数 其实到现在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亦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其实我们在当时 2000年开始 我想我们第一个浪 应该是沙士 2003年 之后陆陆续续 又有琴流感 又有金融海啸 其实永远有在经济上的大波档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第一个犧牲 因为你不吃饭不行 你不用厕纸不行 但是你去收隔是完全没问题的 以前的人都是自己家里剪的 所以其实经过了这么多浪 我觉得我也是被祝福的 最担心的日子是什么 你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要收拾它 想出粮也不够钱 有没有这些担心过 有过的 在那段时间 我们应该 我曾经遇过一些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2008年 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曾经是有16间店 我那时候真的有收了几间 是赚到钱 甚至是是虚本的公司 都是套 那都是要经历这些时间 是的 那我们再看多一个片段 我知道你是主来的姊妹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如何信主 其实我没有什么信主的过程 因为我从小是住那个地方 对面有一间小学 很顺理成章 就在那间小学那里上学 很顺理成章 因为家里有兄弟姊妹多 爸爸妈妈都不是那么多时间 是特别常常带你去街上 逢星期六日你不用上学 星期六回团契 星期日回主日学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 我的脑里面只有一个宗教信仰 就是基督教 那个过程就是这样 就是很顺利地进入了我的脑里面 但是如果进了演艺界 又去经历做生意的过程 在对你的信仰的生命 对你以往从小的时候 建立上来的认识 有没有一些冲击 绝对有 很大 我记得就是 因为我读完书之后 就是我读完书之后 去拍戏 之后就 你知道 有些逢亲电视 或者电影 开镜 一定是拜神 装香 他们烧衣子 然后切烧珠 就是常常有这些过程 尤其是当时你是主角 你永远都是站在最中间的 就是我都做了很多这些东西 那当时是没有一个概念 喂 你在做什么 没有人提过我 就是因为第一 就是身边没有什么 这些前辈来提你 第二就是因为你自己很忙 你已经是不停在这儿上班 拍戏 开工 开工 就没有什么去有这一方面的 提醒 或者温习 所以 亦都好像觉得自己很顺利成章 开镜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那到什么时候 你开始有这种觉醒 已经不太行 可能我要 信仰上面 需要多一些更新 和上帝有关系更好些 什么时候有这些觉醒 在身边有没有有人提醒你 有 直至到 郑明明小姐 我真的很感谢她 她 因为 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 雍美玲的过身 她就设立了一个艺人之家 我们是第一批的 当时我、毛毛、謝玲 我们那一班 就是第一批艺人之家 那时候开始 我们是听了很多道理 以及自己曾经迷失的东西 我又重新再缺多一次字 那时候 我最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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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记得那个过程 我直到真的哭到 整个女人 在那个过程 我现在都有印象 很感恩 是 上帝都会 在不同的时刻 派不同的人 去抓住你 将你挽回过来 是 所以我在这些过程里面 我自己现在年纪一路大 自己一路有很多经历 都觉得 我也是很被祝福的原因 就是 我小时候住那里 对面就是一间基督教学校 所以里面 整天背的金句 或者我听了很多道理 都是在心里面 扎了根 这件事是很好的 好 今天我们这一集 就谈到这里 我们了解了你的大背景 那我们在下一集回来 我们再和Kendy 探讨一下 一些内心世界的东西 我们下一集回来再见